大学了,注意开窗 怎么开窗了 这个年纪不太好 然后这个病啊 尤其我们都在屋里面 虽然冷,但是你开窗之后都有好处 每年都是如此 开窗觉得这个新鲜哭泣 扑面而来,顿时精神气爽 到中午下午再关就可以了 说秋冬养阴嘛 但是那是你没有病的前提下 你有病先养病 身体足够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提前胃病先育 先知 提前那叫养 所以呢 这个多注意保暖 该喝羊汤喝羊汤 该 这个加衣服加衣服 不过 暖气啊 空调啊 这些说都少用不用 说了也没用 还是要说 以后 怎么 因为这个身体你没有经历过大灾大难的 你永远不知道 内在的这种病痛 不会深刻明白 只是听讲没用 去体验一下 这个到时候你才会 悟到更多 所谓酒病呈良衣嘛 嗯 炮脚啊 还是强调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他有个渐进的过程 尤其你在外面回来之后 慢慢的暖和 不要一下 那个寒热一冲啊 你反而生病 反而不好 还不如他身体自我去 不用 这些东西 学了 有的 还不如不学 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你才能明白 不然你死读书 读死书 这个 说三个误后 第一呢 刚才又查了一下 那个没记到 叫何大 不明 也有叫 捐殴不明的 也不知道后代谁干 反正说 据说是一种鸟 但是用现在 这个名词来说 可能还是一种 像老鼠一样的 像狐猴一样的 一种东西 反正他是不叫 也就是动的都不叫了 很冷 因为古人 对这种误后 很多动物 这个比较细心 现代人反而没有 甚至更麻烦的 你看都看不到 这种动物 怎么办 都是人搞出来 你要要 重新立 五香 那多可惜 多可悲 第二呢 胡屎骄 这个 说老虎 不怕冷 这个时候还懒 一个是他身体好 再一个是 大雪呀 实际上一阳已经生了 冬雪雪 小大寒 这个 大雪的时候 这半个月又开始生了 下指绝在这个位置 而冬至 已经生了一半 然后 就是 这个栗 什么初 反正就是一种草 最寒 这松柏 很多草木 它不一定 就到了冬天 都不行了 阳死阴圣 阴死阳生 掌声 为了关在 自然掌声 这个自然界 永远是盛生不息的 至少总归有那么几个出来的 一阳气 感受到它的阳气 这个时候反而 它弱弱的 尖为之柱的 它就长出来了